阿弥陀佛大家好 这是莲夏佛佛文集网路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96集的播出 你看看我旁边是谁 跟大家招招手 上司各位网路上同盟 大家阿弥陀佛 我是莲花美莲 大家晚上好 她不是吉隆坡的 我以前都介绍她吉隆坡的 差不多嘛 对不对 你是 那个马来西亚靠近吉隆坡的 芙蓉敬法堂的 师姐对不对 对 她也是非常热心推动师尊文集 所以我现在你看到梅莲在我旁边就知道 我现在人已经在芙蓉了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唱一首歌 书代表我的心 这个里面他有讲说 打开的书就有法力 书像散开一样守护着行者 我们每天都是读书 最幸运的一群 对不对 我们来唱 书代表我的心 书代表我的心 在不久的将来我将离去 因为心底的色彩 对一个人不具什么意义 我的心存在数的一页一页之间 那就是贡献给大家的真理 那就是贡献给大家的真理 书就是留下着 记忆在意着忘记 这个人有多少贡献给大家的真理 这个人有多少在意 多少暴风雨 这就是贡献给大家的真理 书代表我的心 今天要介绍智慧的光环 我总希望独中生没有神愚 存在大家的霸窗 挂进了明镜的满了声音 去 一切都美好 没有风 没有雨 书就是留下着 记忆在意着忘记 这个人有多少在意见 多少暴风雨 但些书女修发了精神 需要学习 书里面有着灵气 像花盖一样守护着心者 只要她开锁 就成生了翻译 假如你发现 有人没读过我的书 我会想念 请一切都给她们 请一切都给她们 我并不去别的字与她人 其实众生也就是自己 曾经 我未读过她们 书就是留下这 宿说 书就是留下这 记忆在意着 这个人有多少在接,多少暴风雨,感谢书女修法了精神,需要学习,书里面有着灵气,像花盖一样守护着行者。 只要打开锁,就产生了伴依。 各位同盟,每一次读书会,上师都会念,谁留言什么名字,谁留言什么,谁留言什么。 就是这位师姐整理的,要不要给她鼓掌,按赞,谢谢她,在长期为我们的真佛天空新闻台,还有世尊文集读书会来服务的。 那因为我今天呢,换了新的旅馆,从公主城来到这里,王子城吗,这里,芙蓉是山城,对不对? 花城,花城,Flora City,很漂亮,我的窗外打开都是山,很漂亮,今天的空气也非常好。 结合那个旅馆的网路,她给我密码,但是我打不进去,所以没办法用平板去看你们昨天的留言。 但是也没关系,我已经放在今天的贴文了,所以今天我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读书会的主题,好吗? 来,我先看看哪些同盟上来了。 哇,燕灰6,对不对? 燕灰6,Lisa Lin, 哇,大家一起纷纷问候, Angela Fong,Mar Janima, 阿燕,对不对? Jane Foggy,Ben Gyo So,Lisa Jen, 叶文玲,艾婷,Amy Lotus,Lisa Lin, Seligo,莲蓉,慧怡, 哇,你发财了耶! 对,下次要请客, 洪瑶云,Jong Fong Gee,Mar Janima, 还有,Jane Li, Gain Li,Gain Li, Gain Li,Ju, Lisa Jen,Anjan Lin, Tai Tracy, 艾婷,Gang Fong Li, 宝妹,你好! Christian,圆圆, Gin Jin Ken, 医保的,Gin Kyo Lin, Vraja Saba, Vraja Saba,How are you doing? 你终于上来了, 李约瑟,SK Kong, David Go, Selig Go, Maxi, 还有, 哇, 按到脖子酸了, 廖元琪,Yoki Mei Lai, 杨维杰, 陈寗, Meggy Pong, Shirley Lim, 艾婷, 凌发来, Jong Sen Go, Jong Sen Go, 哇, 后面同胞又继续按, 我已经按到手会酸, Fendi, 这个, 印尼须弥雷杖式的金龙奖师, 阿爸嘎巴, 还有其他他们都路西问候, 对不对, 还有David, Reno, 好, 那今天呢, 再继续介绍智慧的光环, 哇, 九连诗节, 梅连, 玫瑰的梅, 没关系啦, 名字其实也是在其次, 有人把我会也是写成恩惠的会, 好, 你看大家都给你按赞, 你今天开不开心啊? 谢谢, 开心, 因为我今天就是刚到这个芙蓉, 那梅连师姐说, 没看过上师直播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很好奇, 上师直播怎么一个面对镜头, 这样子自言自语, 到底是怎么样, 怎么样设定这个, 怎么放音乐, 怎么讲书, 今天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满足好奇心, 还有谁要上来的, 欢迎, 今天我的闺房开放, Justin, 好, 那今天呢, 继续跟大家介绍这一篇文章, 叫做正见, 正确的正, 这个见解的见, 今天在那个脸书, 哇, 公主城的背景是最庄严美丽的, 公主城的背景在哪里, 好, 我知道是你, 算你厉害, 对, 这个背景难道不美吗, 好, 阿叶, 上师唱歌很好听, 谢谢, 方教授, 好像有人讲到家很美丽, 嘿嘿嘿嘿, 没错, 没错, 今天要跟大家讲正见, 今天的脸书最新贴文, 我觉得有的同门, 我们在讲师尊文集, 智慧的光环, 有的同门已经在看了, 对不对, 每年师姐, 你是不是也有看师尊文集, 要, 你也有一本啊, 你拿来给大家看一下, 哇, 你也有看啦, 他没有跟我约好的, 今天也是临时, 上师我会来看直播, 他身上就带了这本书, 你要多用功, 你要多用功, 你也要多用功, 和文艳, 你三天, 上师很难看, 一首打造各事情, 其实都, 我觉得很好玩, 大家都觉得我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我乐在其中, 尤其是, 如果没有你们,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人自言自语, 因为有你们, 我觉得好像是一家人一样,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还有鼓励, 你们的每个留言, 还有每个鼓励, 都让我心动, 心很感动, 虽然我是那个一波千家饭, 孤生万里有, 可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在, 常常每天都在一起聚会, 对不对, 谈到每天在一起聚会, 因为你们伟大的, 马来西亚福荣进法堂, 那边的网路好像, 不太好, 比较, 他自己讲, 比较只剩一格, 那, 哇, 你三人都相应了, 所以明天的直播, 会在下午的四点, 台湾, 马来西亚, 吉隆坡的时间, 会在下午四点, 然后后天礼拜天, 一样是晚上十点, 哇, 太可爱了, 谢谢你们, 真的由衷的感恩, 由衷的再次的感谢大家, 因为有你们还有师尊的加持, 我这个不是讲客气话, 是真的想到大家, 我就觉得心中会觉得很开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高兴, 我也不知道高兴什么, 而且做这读书会, 我自己也改变了, 我的内心深处有很多的想法, 我自己都改变了,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修行路上不孤单, 就是上师造很好的缘分, 也是大家的缘分, 我觉得这个读书会是大家共同缔造的, 不是只有我, 还有你们每一位, 因为每一位在我的心中都是非常的珍贵, 所以我在刚刚唱的书代表我的心, 我居然是那么的欢喜, 那么的开心, 那种笑是很自然的, 不是尖叫, 不是, 是真的很开心的, 再见到你们, 那今天在讲证件, 我们修行人的过程中, 都是要有证件, 证件是八正道的第一个, 所以今天的脸书有个同盟, 就事先读了师尊的文集吧, 就读了今天要讲的, 就贴了八正道, 可爱的上师好, 是哪一位啊? 雅婷, 请问明天四点, 香港有时差吗? 应该没有, 台湾时间是四点, 香港时间应该跟台湾差不多, 因为大家都是莲花同志, 真的, 再一次的由衷感谢大家, 感恩师尊拉了我们彼此, 对啊, 要感恩师尊, 亲妹, 所以呢, 今天呢, 师尊在证件这篇文章, 今天再介绍第二十页, 这证件的这个文章, 师尊讲是八正道之一, 在八正道啊, 我们有什么, 证件, 证精进, 证精进, 你精进还要证的, 你不能假的, 还有证的事业, 证业, 证情, 证明, 证明, 北马的, 她也是, 哇, 我是我们的好朋友, 感恩师尊, 感恩上师, 感恩由你们, 感恩上师每天分享, 不会中文的, 我真的学习很多, 看到你们进步, 我比谁都还高兴, 我也希望我的亲人啊, 弟弟妹妹他们, 或者姐姐, 他们都能够上来, 祈求师尊加持大家的亲人, 都有缘分, 都能上来这个原地, 好, 东美, 万百八, 你祝你赶回来, 辛苦哦, 好, 所以呢, 师尊呢, 他讲, 我们修行人, 哇, 医保的, 雷昌四, 你好, 乙欣, 你跟亮亮, 你要不要把亮亮的图片, 改天再贴来看一下, 你家的亮亮现在几岁了, 好, 那所以呢, 密教的证件是非常的重要, 学习密教, 一定要呢, 密教的证件, 师尊写什么, 一定要医指一位根本传承上师, 嘿,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医指一位真正有传承力的金刚上师, 必须要确定是一位金刚上师, 哇, 你的真心感动贴地, 也是你们的真心啊, 那, 这个一心尽性, 专心修持, 那, 师尊在正信这篇文章, 叫我们把心安住在一个, 就是我们自己的根本传承上师, 因为我们的证件, 怎么样都比不上师尊的证件, 啊, 不如把师尊当成我们的证件, 你们说对不对, 也直接加指你嘛, 师尊呢, 就是八正道, 师尊就是三十七道品, 师尊就是四圣地,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师尊就是一皈依, 师尊是一切的法, 师尊, 既然师尊是一切的法, 脉从师尊流出来, 你的第一个证件, 就是你的心要安住在, 根本上师的身上, 林真说, 修行的路上不容易, 唯有道伴香水, 相互鼓励才能够长远, 这句话没有错, 所以, 财屡法地, 财法财, 道屡的屡, 佛法的法, 好, 可以等我一下, 准备明天去台雷, 跟两天一夜的用品, 等下再贴照片, 对啊, 我们想看看亮亮, 不然人家以为亮亮, 是你家里的什么人, 演员, 谢谢你恩后, 所以, 你对师尊的证件, 现在我们每天在读这个书, 就是在翻阅师尊的证件, 他的每一篇, 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都有那种很强的加持, 所以, 我刚刚在唱书代表我的心, 你知道我的心有多么的开心, 多么的感动, 多么的发喜, 如果没有师尊的那种无私的奉献, 我再怎么做都千万分之, 不及师尊的一分, 真的, 我真的讲了, 所以, 我现在的一切, 一切的感应, 成就, 加持, 或者你们觉得说脸书成功, 那个都是我师父, 都是因为我们师尊, 杨金雅, 尊佛有八万四千种法门, 今天可以看到直播, 感恩师尊加持, 对, 没有错, 都是感恩师尊的, 所以呢, 师尊呢, 他当初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就讲啊, 当前的佛教不一定是佛教, 那是呱呱教嘛, 他叫你们放大眼睛看, 佛教里面呢, 也有用功法的, 有用通灵做号召, 或者道教, 我不知道什么教啊, 虾的都很喜欢感应嘛, 对不对, 让你能够赶快看到, 感应到的是正确的证件吗? 他讲说有通灵做号召, 也有用气功做号召, 更有用鬼, 拜鬼的做号召, 那种做号召, 这些教派吸收地支, 然后呢, 盗取供养, 扩充地盘, 无所不用其极, 那个宗教的花样很多, 那大家都没看过就很新奇, 哇, 这个没看过, 这个通灵没看过, 当机没看过, 那有的呢, 甚至说, 哇, 这个一灌顶, 然后就通五轮七脉啊你, 师尊有一次, 有文章有讲, 那练气功, 他用各种方式来做号召, 但是呢, 师尊讲说, 往往有很多欠缺正见的人, 正确见解的人, 误入歧途越陷越陷越深, 还有呢, 以为是真正得到名师, 去学到大法了, 学习到大法, 已经快要成佛做主, 其实是已经进入到魔道了, 我们看网路同门, 哇, Juan Fong Yi, 感恩这一世遇到有这样的师尊, 岳飞说, 网路上大家好, 好, 所以大家都会好奇, Lisa Juan说, 往日看了很多师尊的书, 但从会见上师, 在读书会中, 在讲解一番自有更深的体会, 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师尊告诉我们, 祈求师尊加持, 我们大家读书会, 要大家的网路都稳定, 所以我们很好奇的, 所以人都是很好奇, 修行是不是气功, 修行是不是通灵, 这个问题再重新思考一下, 所以师尊写了邪鬼, 鬼宗之鬼, 鬼语如之尊, 鬼欲, 他正在写的, 或者已经写了, 为什么一直要写鬼, 因为大家都喜欢通鬼,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通鬼, 其实刚开始不是通鬼, 是好奇神, 结果那个通神的, 其实后面都通鬼, 你哪里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种, 如果没有师尊把真见提出来, 可能到现在都, 还有很多同门陷入在里面, 不能自拔, 还以为遇到了冥师, 你说对吗, 标了, 花了很多钱, 几万美金, 标了一个财神, 结果是通鬼的人卖的, 你哪里知道, 通灵的人卖的, 讲的很厉害, 讲的贵贵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在讲, 对不对, 对啊, 不是我讲的是, 他们, 福隆的同门告诉我, 标的贵贵的, 几万马币嘛, 是不是, 几万, 两万马币去标, 那个财神贵贵的, 到家的上司, 下次再吃起司蛋糕, 你今天做了订单, 对不对, 师尊加持你, 对不对, 所以师尊的书, 是不是有财神啊, 我们昨天一起嘛, 在讲书嘛, 对不对, 你们昨天还聊到2点40分, 在聊读书会的, 哇, 太厉害了, 辛苦了, 会议, 这是吉隆坡的会议之节, 希望以后, 希望你明天后天,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附近的同门, 可以到芙蓉, 明天晚上有金刚萨多的护魔, 后天有释迦牟尼佛, 有宵夜功德王法的护魔, 在下午, 后天下午, 明天是晚上, 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上来看, 好, 所以, 师尊讲, 这些人要好好回家, 想一想, 密教的证件, 是一个根本上师, 一个本尊, 一个护法, 好好的修法, 不要贪神通邪速, 不要贪其贪多, 不要换事换丁, 有的人呢, 是自己禅定, 然后自己感应, 感应这个, 感应那个, 对不对, 以为自己正道了, 不得了了, 那也不要听信毁谤, 犹疑不决, 所以这边讲, 盲信不得, 盲信要不得, 迷信要不得, 立志很重要, 立志, 上师原来师尊早就看出来了, 看出来你, 对不对, 所以师尊最后这篇文章讲, 我也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证件, 要密法成就, 要了生托死, 从头到尾都要证件, 我很喜欢这句话, 我再念给你们听, 要密法成就, 要了生托死, 从头到尾都要证件, 这个就是经句, 你现在令老师师修, 扎根稳定, 到心才不会退转, 因为师尊, 我们才会相聚在一起, 把圣心一一宣说, 把心融在一起, 感恩师尊, 各位莲花童子们, 你们都因为师尊而感动了, 对不对, 好, 看看前面的, 哇, 好, 那你说这篇证件的文章, 其实道理大家都知道, 可是还是有人先进去, 对不对,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师尊在诸天的阶梯, 哇, 升到这个天界, 色界天, 哇, 色界天是能够见到光, 见到佛性的天, 那当色界天, 一直上上上去, 在五不还天的前面那几个天, 对不对, 几个天里面, 第四禅天, 有什么, 有福生天, 有福爱天, 什么叫福生天, 福分的福, 生长的神, 福生天, 哇, 师尊在福生天, 看到什么, 福生天有内院跟外院, 那内院的里面, 既然有一尊大菩萨, 就是明天要修法的祖尊, 金刚萨陀, 原来金刚萨陀在福生天的内院, 大福金刚公, 师尊问金刚萨陀, 你为什么可以升到福生天? 金刚萨陀说, 因为舍, 舍弃的舍, 最近我们最近这几天, 我们都在讲初离心, 对不对? 之前前几天讲, 何仙姑有初离心, 韩湘子初离心, 曹国舅, 仲太后的弟弟有初离心, 还有吕洞宾的初离心, 忠离权和忠离士八仙马之首, 大将军为了修道, 他也离开他尊贵的职位, 有舍的心, 有舍的心, 再加上修密教的法, 就进入大福金刚宫, 大福金刚宫是谁? 就是金刚萨陀他家, 金刚萨陀问师尊能不能舍? 他说能舍, 对不对? 能舍, 他就是大福金刚宫的主人, 所以你们修金刚萨陀, 施迦行不会亏待你的, 你以后有福分的, 你可以去金刚萨陀他家, 那福生天再上来是什么? 福爱天, 发福的福, 喜爱的爱, 也是一个天界, 讲到气功, 我大哥因为练气功, 然后呢? 如五情细之类, 被动物龄附身好几年, 哇, 这是谁啊? 佳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动物龄赶出来, 期间一直祈求十对家子, 才慢慢痊愈, 嘿嘿嘿, 有证件才不会糊里糊涂, 什么都信, 没有错, 李佩真说上师, 记得多喝水, 防晒做好, 我有变黑吗? 才帮弟子上读之会, 谢谢你, 要关心了, 克服心魔解脱真实, 君君坚, 还有季佩纯, 妈妈, 季佩纯, 老舌石修, 根基扎文, 才不会退转, 还有Michelle, 还有Jolie Hatch, 好, 所以大福金刚宫, 那个其实天界它有净土, 所以我说净土跟天界是重叠的, 可是福生天的天人就在外院, 外面的外庭院的院, 在福生天的内院是金刚宫, 大福金刚宫, 金刚宫的净土, 但是在外面还是享福的天人, 那福生天的上来是福爱天, 哇, 为什么福爱天呢? 他懂得舍, 他懂得什么? 懂得苦跟乐都舍, 连苦不但舍, 连乐也舍, 最后连清净也舍, 以为哇, 我清净, 连清净都舍掉, 那种心, 那种执着清净也是一种执着,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谁? 师尊在福爱天遇到一个师兄, 好像是莲花仲君, 他修什么? 修圆君法, 一圆两圆的圆, 我惠君的法, 我今天在这个今天回应来, 就是昨天的脸书, 贴文的回应来, 我有贴一个圆君法, 我有放在网络上让大家看, 你去看我前一篇的贴文, 就有圆君法, 我看看, 我放出来给大家听看看, 圆君法, 一身知主, 心圆君, 心圆君, 所有青龙肝圆君, 所有青龙肝脏的圆君, 又有白虎肺圆君, 前有朱雀肾圆君, 后有玄虎肯圆君, 后有浩荡魂圆君, 我有把圆君法贴出来, 在这一篇的前一篇的贴文, 的回应来, 我有贴一点点, 大家可以看, 我还贴皇庭经, 我录的皇庭经, 那圆君法, 这个莲花仲君, 这个师兄他修了圆君法, 他把人的内脏都当作是圆君在修, 这可能是道家的法, 那师尊看了, 他说跟十轮金刚, 内十轮的修法很相似, 所以我才把它贴出来, 还有在真佛天空新闻台的贴文, 有福生天、福爱天, 他们修持的境界, 问题是, 这位师兄修了圆君法, 上了福爱天, 然后他就以为境界到了, 已经到了顶, 福爱天再上来是什么天呢? 我看我的天, 有广果天跟无想天, 广果天是谁? 广化和善, 无想天是谁? 我上次在诸天的阶梯, 讲睡仙, 晨熙已在无想天, 那些神仙在做什么? 他说就是享受福报, 有一个就是享受睡觉, 对不对? 比如说大岁三千年, 小岁五百年, 他们就以为已经到了舍, 舍苦, 舍乐, 舍清静, 然后不需要作为, 就完全在一种顽空的境界, 那就是怎么样? 我们佛法里面, 为什么没有一个证件, 让他们再起一个发菩提心的? 所以, 师尊讲这些禅定, 修到四禅连阿罗汉, 菩萨都还不到, 所以你没有经过师尊的指导, 正见, 对没有错, 禅定有增量的, 有功力的, 可是呢, 以为就已经到了顶了, 不会再往前了, 如果没有师尊的正见来提醒你, 你怎么知道你修到什么境界? 我们看看那个君沟后, for me, 既观 I used to learn from our garden pond, garden pond mother, 要吃鸡母, is really great, unbelieveable, 要吃鸡母是非常的殊胜, 你喜欢要吃鸡母, 请请看, 念十万遍百字明咒, 也会如意吉祥, 这个是同门的, 所以, 证见重不重要, 我这次遇到一个同门, 我他很天才, 他说, 上师我五轮开了, 五轮, 西轮, 喉轮, 没心轮, 喉轮, 心轮, 几轮, 密轮, 密轮, 五轮开了, 我问他, 那你有没有无肉? 还要无肉? 我说,对啊, 还要无肉, 你无轮吗? 开中脉, 你要外法相应, 内法相应, 还要什么, 开中脉, 开五轮, 之前还要无肉, 你有没有无肉? 没有无肉, 他说, 哪个小秤的, 还是道教的法师, 印证他气走到哪里? 我说, 你那个气, 只是感觉你的气到了心轮, 感觉气到了几轮, 感觉而已, 真正的气迈通, 还要无肉, 那他就说, 他就说, 我就说, 你花了这么多时间, 他花了大概三十年去拜访很多名师, 他希望找很多名师来指导他, 修行, 修道, 练气, 当然他也是很精进, 我说, 像你根基那么好的, 而且很容易就能够感应的, 如果你这三十年时间, 你花三十年时间, 你去看师尊的书, 深入师尊的书, 然后按照师尊的法要去修的话, 你现在三十年, 你已经不得了了, 哇, 那个同盟说, 对, 所以我们修行是不是绕了很多远路, 师尊的证件, 我在讲这篇证件, 因为师尊让我们不用绕很多的远路, 你说对吗? 上师你好, 我和林彦上来了, 日本连锦法师, 所以归一成就, 不是你归一很多你就成就, 不是你修很多法就成就, 还要你一心尽性你的根本传上师, 你要相信你的法, 其实到最后是谁帮你点火的, 你的根本上师帮你点火的, 我们师尊是念高王观世音, 高王观世音的佛菩萨, 帮他点内火的, 米勒日巴修内火, 修得几辛苦的, 他用六照印绑, 哇, 很辛苦, 可是师尊已经成就了, 师尊讲说你跟他相应, 你成就, 师父成就什么, 你就成就什么, 这个已经是最大的作弊法了, 你还在找这个什么, 而且那小秤的和尚, 还是道教的师父, 有师尊这种正量, 师尊, 红教大圆满法成就, 花教大圆盛会法成就, 白教大手印法成就, 对不对, 还有什么, 黄教大威德金刚法成就, 世教最高的大法都成就的, 不找师尊印证, 那找谁印证呢, 那那个同盟说, 我有跟师尊报告, 师尊没有讲, 我说对呀, 师尊没有讲, 让你去思考, 他后来才想到说, 原来还要无漏, 所以是不是这三十年来, 绕了很多的远路, 但是我对这位同盟, 我还是抱着很祝福的心, 你说是不是很可惜, 对呀, 每年师姐第一次听到这样子, 我来看还有同盟, Jennifer, Jennifer很喜欢贴师尊的文章, 我只看师尊而已, 对, 没错, 这个是洁净, 你要把师尊当成是一切的正念, 对呀, 人在福中不知福, 对呀, 你是不是说这个, 对, 这个, 这个叫大生童, 大生童师姐吗, 你是大生童师姐, 还是师兄, 我好像梅林师姐, 他想跟你讲说, 他每次要整理同盟的心得, 但是你的日文他不会贴, 不知道怎么办, 日文的名字都打不上来, 以后可不可以打日本同盟, Jennifer, Jennifer, Limrana, 是什么? Limrana, What is Limrana? 就是他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Western Paradise, Pure Land, 就是说没有师尊, 我们如何能够了解正道, 能够到达净土, 对不对? Julia Hesh, 好, 所以证件重不重要, 已经剩25分钟了, 再来看, 赶快看下一篇, 真正的阿蛇黎, 你只要去判别, 怎么样是标准的上师, 标准的阿蛇黎金刚上师, 我们来看第二十二页, 师尊在传授十轮金刚法, 对不对? 真正的阿蛇黎上师, 他是有传承的, 有传承力, 他不是随便这样子传法的, 大生童是诗节, 可是你的名字他没办法打, 你以后他的名字, 你就打大生童就好了, 大生童, 童孔的童, 好不好? 他现在知道了, 你叫大生童, 好, 谢谢, 好, 所以啊, 师尊在传十轮金刚法, 他的法, 法脉传承是谁传的? 是那个谁? 土登达尔吉上师, 曾经有一个亲自授权, 将十轮金刚法脉, 承传法寿土登奇摩, 土登奇摩就是师尊在皇教施工, 给师尊的名字叫土登奇摩, 其他的奇摩顶的摩, 这传承, 这传承的这个授法, 就是师尊的传承, 师尊以最浅的文法, 写出最深的佛法, 真正的阿舌里上师一定有传承, 岳芬, 谢谢你, 鼓勵, 谢谢你, 所以师尊还拥有什么传承? 他拥有密勒日巴大师的法王帽, 是白教的祖师, 甘丹瑞巴法王一, 甘丹瑞巴法王曾经到过西雅图, 那时候我在, 他用哈达给西雅图的样式, 还是采用那样式, 每一尊佛菩萨献哈达, 结果每个佛菩萨都接到法王献哈达, 而且接在手上, 师尊有讲, 他有看到每一尊佛菩萨, 都有接到他的哈达, 他也是实修成就者, 佩花你好, 撒迦教主的法王印, 师尊有拿到撒迦, 花叫撒迦派教主的法王印, 祖师的金刚领处印, 还有祖师亲自传授给师尊的法本, Angie Dekong, 你好, 所以真正的金刚阿舌领是有信物, 可是有人, 对不对, 随便拿一个什么东西, 拿这个东西签名, 师尊的信物, 随便拿一个佛像还是什么东西, 签名, 师尊的信物, 自己签名的信物算不算, 你们说算不算, 你好, 我在日本, 欢迎你们日本来日本旅行, 大声童年好, Benjamin Lane, Narana就是涅槃, 谢谢你帮我查词, Narana, 下次记住这个字, 谢谢你Narana, Apple, Apple同门, 所以, 师尊还有什么信物呢, 他还有他最珍贵的, 那个什么, 甘珠佛佛亲自, 甘珠佛佛他的手亲自捏的, 金刚骇母的, 金刚守菩萨跟金刚骇母的法像, 所以师尊讲说, 他是最有资格, 拥有传承密法的, 所以他禁师重法实修, 真实的, 真正的产生了正量, 不是路边的, 路边的安随便讲, 不是随便给人家签名的, 听说有一个姓黄的, 草头黄的某某人, 我不知道他这个人, 现在是不是同门, 对不对, 拿了衣服, 去拿了什么龙袍衣服, 还有什么就是仿造师尊的签名, 签一签给同门, 说这师尊的信物拿去卖, 而且他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后来被发现了, 中委会还甚至公告这个人, 所以信物不是自己签名的, 是自己的师父亲自给的, 如果有人拿去卖, 你麻烦写信到中委会问一下, 你拿到的是真的假的, 不好意思, 怕你的名字念错了, 所以师尊讲说, 他对自己的传承, 有坚定的信念, 他的师尊对施工, 每次在说法开始, 他一定是奉请红教, 黄教, 白教, 花教的士教祖师, 你可以知道说, 师尊的禁师的心意, 对不对, 师父虽然不在了, 还是把师父当做在在一样, 把师父当做是在现场听法, 在现场加持一样, 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师父, 谢谢你, 我对这个传承, 有今天的信念, 对真佛秘法, 也绝对有信心, 师尊讲, 我相信一切的法, 哇, 亮亮的照片, 你贴出来了, 等一下我们来看, 所以呢, 他讲, 他相信, 相应的一切法, 十万空喜母, 在虚空中拍手鼓掌, 连锦说, 我在日本, 那个叫做什么, 横冰哦, 谢谢, 月分, 我们真的很幸福, 这次遇到师尊, 大家都很爱你们, 虽然师父都爱你们, 所以呢, 什么叫做真正的金刚上师, 师尊讲, 师尊就请问护法, 本尊, 本尊讲, 不要拥有自己的寺庙, 不要拥有自己的寺, 不要拥有自己的地盘, 不要拥有自己的钱, 得到地上的一定是俱天上的, 你连生活佛正量俱足, 大慈大悲智慧选法, 五智俱全, 德行高洁, 一切生死可了, 可以不迷不惑的, 如果有人问我如何是真正的, 金刚阿舌里师尊讲, 请足以细细的读这篇的本文, 所以不要拥有自己的寺庙, 可是我们生活中, 有些道场都有常驻上师, 难道他们就不是金刚阿舌里吗? 你也不能这样子看, 你为什么拿这篇, 上师你不是, 请你退位, 不是的, 他虽然是在道场服务, 可是他的心, 并不执着他在这寺庙道场的职位, 他的心是明白空患的, 出离心, 完全是出离心菩提心的, 你要这样看, 肖威力, 这是最珍贵的, 根本传商十一几半, 那该取的可以, 但是太贵的, 一潭护魔十万美金, 还是一万, 一个灌顶一万还是几万, 那个就是太过分了, 如果是正当的, 人家正当的供养, 你也不用去开口, 人家自动去供养的那个可以, 但是如果太超过, 太过分的话, 那个就离师尊的法教很远, 所以大家说, 对吗? 我看看我有没有整理资料, 所以你知道吗? 真正的传承信物, 再讲, 师尊的传承信物, 对不对? 哇! 同文就贴出来, 传承信物啊, 刚刚讲说, 有这个师公送, 有这个师公, 有土登虚公, 有那个叫做甘主无无虚公, 那我们的传承信物是什么? 请问各位同门, 你们都有根本传承信物, 你们是什么? 是什么传承信物? 师尊给你们的书, 就是你们的传承信物, 对不对? 你把它当作是真正的传承信物, 你们几荣性的, 这个是师尊的法设立耶, 佛法的法耶, 这个是师尊的设立子, 这是师尊的信物, 你现在正在看师尊的信物, 正在读师尊的信物, 你们几幸运的, 所以你们是不是有传承力啊? 吃众生一分钱, 披毛带脚踝, 对, 没错, 摩尼浩, 还有西里俊, 没错, 已经有些太超过的话, 就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能力无弹, 师尊开始真正的妙在心里面, 对不对? 自己的身体就是妙, 都写得很棒啊, 匠威风, 如果有十万, 我会供养师尊, 没错, 有一次我就跟那个同门, 跟师尊在西雅图走在一起, 那个同门就是供养那个叉叉, 或者多钱, 我就讲一句, 你把那个钱拿来供养师尊, 不就很好吗? 我讲得很大声, 所以说, 慧英俊, 你不能这样讲, 原来师尊, 他也不希望, 也不希望说, 我们去强调说, 他师尊应该要多少钱供养师尊, 不过大家还是要供养, 还是要, 只是说, 哇, 你在师父面前讲这样的话, 师尊呢, 他也不会说, 哇, 你们就应该要供养我多少钱, 师尊的心完全没有在这上面, 你可以看到师父, 还是替我们弟子着想, 你看这师父哪里着, Julia Hesh, 师尊的书就是师尊的信物, 就是师尊的法瑟利, 对, 这句话, 你们都拥有师尊的信物, 所以不必再跟师尊要什么了, 你已经要他的心了, 对不对, 师尊一颗阿滴给你了, 你能够接到师尊的心, 那个就是传承信物, 师尊的书, 对不对, 你们要了师尊的法瑟利, 法瑟利还有什么, 这个法瑟利才会进到你的心里面, 这个法瑟利是你的会命, 你的生命, 你的证件, 你的八证道, 你未来的命运, 你的光明, 甚至是你的净土, 对不对, 师尊的书, 密法是最珍贵的传承信物, 没有错, 你主, 谢谢你哦, 你刚下班吗, 再来看下一篇叫供养, 刚提到供养, 我们还剩几分钟, 啊, 15分钟, 怎么时间那么快, 美好的时间, 总是那么快, 我们赶快来看下一篇第二十八页, 供养, 那师尊讲啊, 说以前那个西藏的密宗的祖师啊, 弟子常常会供养师父, 有些师父在传一个法, 那不是师父, 哇, Amy Lotus 说, 世尊已经给弟子他的全部, 对不对, 那, 你说那个密宗的, 密宗的这个师父的法, 是因为非常珍贵, 代表他的, 他的珍贵, 所以有供养, 是这样子来的, 不是师父要贪供养, 所以以前呢, 在这个俄巴喇嘛, 有个喇嘛要供养马尔巴上师, 马尔巴上师就是弥勒日巴的师父, 尔巴喇嘛要跟他的师父, 求一个无上密的法, 无上密的大法, 结果他的师父说, 这个大法需要你所有的什么, 所有的家产, 所有的财产, 对不对, 他说要尽舍执着跟障碍, 你为什么要供养师父, 因为要舍弃你的执着, 舍弃你的障碍, 所以呢, 你尽心供养师父, 这个灌顶, 要将所有的财产都供养师父, 无上密, 外法, 对不对, 相应, 内法相应, 第三罐才求无上密法, 哇, 竟然这样, 所有的财产, 无上密法有什么, 有处灌顶, 对不对, 内法是那个红白花灌顶, 处灌是平灌顶, 那大圆满法的灌顶, 第四罐是不居任何行事, 第三灌顶, 处灌顶是很高深的密法, 包括你的气脉都要通的, 已经供养, 我不方便说什么, 下次要不要把亮亮供出去, 没有跟你开玩笑, 你还是好好的留着, 所以, 这个尔巴那妈, 他就真的把他家的牛羊, 全部都赶去, 供养给自己的师父, 供养师父之后, 那师父说, 你还有一样东西没供养我, 他说什么东西? 一只跛脚的羊, 那个羊, 跛脚的, 他说, 我以为说那个跛脚的羊不健全, 师父不要, 全部都要, 那个师父也有神通, 他知道东西漏了一样, 所以, 供养居然有这样子的规矩, 所以, 根据密教的说法, 无上大密法, 珍贵异常要珍重, 未使求法珍世, 就是重这个法, 所以不能亲夫, 才要珍贵的供养, 哎呀, 暧昧, 神师母想帮我照顾亮亮吗? 太好了, 不用啦, 你自己照顾啦, 再看看, 我们都有师尊传承, 何文页, 读师尊的书, 就是读师尊的新, 文页, 立珠, 以保立珠说刚修完法, 好, 所以呢, 师尊就写了这篇关于供养, 师尊讲说, 弟子也千万不要误会他, 不要误会说, 因为师尊现在都什么都随意, 对不对, 师尊就是告诉你, 舍嘛, 金刚舍, 所以那个我刚讲过, 大福金刚宫的主人, 就是你要懂得舍, 所以有金刚舍菩萨, 舍弃的舍, 所以师尊说, 你也不要误会我说要钱, 不要误会我的密法, 不珍贵, 不稀奇, 不是宝中之宝, 不是无等等, 师尊有他的理由, 他说我获得无上密法, 绝对不是用金钱珠宝钻石汽车阳房能交换的, 虽然师尊凡事都随意随缘, 大家不要认为, 真佛密法非常便宜的师尊的密法, 其实不是这些物质都能够交换的, 但是师尊要我们什么样的供养呢? 每日清净自己的身口意, 认真修持, 人人早日成就, 人人出来, 弘法度众, 自觉觉他如此的法供养, 就是给师尊最大的供养, 原来我们给师尊最大的供养, 我们还是要照样供养师尊, 尽到师尊要顶礼要供养, 但是你每一天还要做的法供养是什么? 清净身口意, 对不对? 我今天叫什么? 超师尊文集超书, 对不对? 我的笔记本在这里, 对不对? 超师尊文集, 超这个, 对不对? 超师尊的书笔记, 供养师尊结个供养印, 对不对? 你超完之后, 还要写说是出自哪一本书, 哪一篇, 哪一页, 你下一次复习的时候, 你还可以看, 优舍的心求法才得法, 所以, 这个是财神法来的, 你以为是超书而已, 这个在超书的时候, 有法留给你灌顶, 你知道吗? 在超书的时候, 有很多金刚神在消除你的业障, 你知道吗? 我刚刚念到很多金句, 都可以把它超出来, 所以各位同门不要小看, 你的法供养是什么? 清静神口义, 是修法, 去读师尊的书, 去实践师尊给你讲的这些道理, 都是在法供养, 成林真容易得到的法, 会忘失不去珍惜, 师尊曾经说, 一法通万法通, 所以我们一法精进去修, 如此才不会不如法, 所以, 那大家的感受都很好, 都对, 你看师尊那么疼我们, 我们只能够不好好的弘扬, 所以说, 你们也要人人走出来弘扬佛法, 要来参加同修, 要来当义工, 要来帮助同门, 要来接引人家来归依真佛中, 这个都是供养师尊的, 你说对不对, 师尊是世上最好的师佛, 威蒙愿, 供养之二, 每天都一定要修法, 所以下一篇供养之二, 第三十页, 我看看还有六分钟, 供养什么叫做供养师父, 供养佛法身, 供养的意义在哪里, 有清净奉事尊敬的意识, 向下有布施含有同情怜悯跟爱护, 所以你供养临近是用自己的心, 又要尊敬又要爱护, 又很欢喜, 又有舍, 有种种的感情在你的里面, 这个是供养的, 所以修六度的菩萨, 有布施持戒忍入, 精进禅定智慧, 对不对, 萧师兄问我说菩萨心是什么, 要修六度万行耶, 妈一辈,你好, 所以呢, 那个布施, 你看还有法供养, 布施有财师, 无畏师, 法师, 法的布施, 每日一修法回向, 请佛注施, 这是法供养, 或许说, 听着听着就很想念师尊了, 你很有佛缘, 我们西雅图, 不是西雅图见了, 明天你会来吗? 明后天, 有机会就大家见面, 所以布施又分为财师, 法师, 无畏师, 有钱就出钱, 然后你多推广师尊文集, 你不要只有看我们网路直播, 你还要买书, 像梅连他有准备书, 有买书, 有时候还送书, 还讲书给人家, 或者copy一篇文章也可以, 还有加入神佛剥瑞藏, 这个都是法供养来的, 所以是法师, 还有无畏师, 无畏, 不是无所畏, 无畏惧的畏, 畏惧的畏, 就是你在做布施的时候, 心中遇到困难, 也不会畏惧害怕, 不会退缩, 叫无畏师, 所以, 师尊在这里讲到金刚经的一个文章, 如果有人用很多钱, 意思说, 人用很多的金钱, 很多的整个山, 整个虚空的供养来供养什么, 来做供养布施, 还不如讲佛瑞波罗蜜多经, 或者四句记, 受此读宋, 为他人讲, 钱人福德百分不及一, 那个人做很多布施, 可是却输给明白讲金刚经, 柏睿经, 心经四句记,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义如殿, 因作如世观, 或者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因为这个记是度人家会命的, 智慧的神明, 让人家智慧解脱的, 那个功德还更大, 但是不是这样子讲之后, 就不要做故事, 就不要做法务, 全部都用讲的, 我觉得两个都要做, 前面是资粮道, 你还是要增加自己的资粮, 所以我们再看看, 我们讲什么, 我们有买书, 有看书, 但是如何推广师尊文集呢? 你有没有放在你附近的书店, 附近的书店, 土地公庙, 寺庙, 或者拿去分堂, 给新规的, 刚规的, 不懂得书的, 新规的送到一本也不做, 你如果去医院, 你看到那种你认识的病人也可以, 送给朋友, 亲戚朋友都可以, 或者copy也可以, 做笔记真的很棒, 我要做看看, 把自己的在文章中, 最后感觉的金句写下, 才可以回看, 铭记于心, 我告诉你, 做笔记有很多, 财神会下降, 佛菩萨金刚护法会下降, 会加持你的, 会加持你的智慧, 很棒, 虽然是真正成就的活佛, 所以Julia H, 加油, 所以一切的供养中, 你看看, 这个金刚经都这样讲, 什么叫法供养, 竟然超过财的供养, 但是财的供养, 我们还是要做, 所以一切的供养, 是以法供养为第一, 财师, 虽然讲什么叫财布师, 是帮助人的生命, 但是法师, 法的布师, 却是帮助人的慧命, 好, 谢谢, 明年过年, 我要送师征文集给客户, 太棒了, 你可以送哪本书给客户, 你知道吗? 财源滚滚生意经, 我们的结缘书, 还有呢, 十专阳宅地理的书也可以, 搞不好你的客户看了之后, 改一改阳宅也不错, 做笔记, 会, 那个谁, 问题是要怎么做, 不是我们法证的课本, 你拿一个笔记本, 你就不要写字, 会不会? 写一段金句, 你喜欢的金句, 附上那个名字, 书的篇名, 章句就可以了, 有没有? 就可以了, 很简单, 就是做笔记, 就是用金句就对了, 感恩上次开始, 好, 好, 所以, 这个师尊说法师, 用法布师是度人的慧命, 财师是意识, 法师才是真正让众生离苦得乐, 解脱轮回, 了脱生死, 法师才是永远的, 那师尊看到今天的佛教, 刚好相反, 财师第一, 法师后面也没有, 法师没有, 一直叫人家布师, 功德慧, 我分享师尊的书给新规童们, 对,没错, 所以, 如果你们有做华光, 有做慈善, 或者道场, 或者你个人要做的话, 要做布师很好, 麻烦你布师, 真佛报, 燃灯杂志, 师尊文集, 结缘书都可以, 以及说了解, 谢谢, 我读到喜欢句子, 这写下没错, 还要记得, 附上书名, 书的名字, 还有第几篇, 第几页, 帮助自己回忆, 学灵力, 而且你们做完之后, 麻烦贴在我们的回忆栏, 因为其他同盟, 他没有看到的句子, 被你看到了, 对不对, 他从你的句子里面, 你也可以度到其他同盟, 他能学给你, 向你学习精进, 你也是在做法布师, 也是在布师, 也是在供养师尊, 你说对不对, 加油, 好, 最后这篇文章讲, 今日佛教盖大庙, 建医院, 建大学, 建电视台, 才师者众, 而法师少少实在非常可怜, 所以你不要看到人家哒哒, 你要看看他有没有法, 对不对, 有没有一些法的布师, 法的布师, Julia H.说, 我也要学习做笔记, 就像学校功课做笔记一样, 按到了, 所以, 哇, 将为上师好师尊的秘咒, 安五轮, 哇, 头没一直留言, 我都来不及看, 师尊的秘咒, 安五轮, 入三摩地法, 需要灌顶吗? 这个我没有, 安五轮, 安五轮入三摩地法, 请问你在哪一篇, 你贴给我看看好不好, 我看看文章, 我再回答你, 哇, 谢谢上师, 会越大就越复杂, 所以你还要羡慕人家大大的祖师吗? 请问你, 做笔记写一次, 就会记一次, 还可以写上感想, 对, 没错, 感恩师尊, 感恩师尊的讲解, 所以你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记忆力只有一个小时, 按个小时, 三十分钟, 十分钟, 再来没了, 所以你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你看着这个读书会, 是有帮助的, 昨天有个同盟说, 他看了读书会, 虽然被一些干扰, 可是读书会有帮到他, 让他的心能够安置, 所以那个是师尊的加持, 我们的读书会还有发财, 今天晚餐在讲, 对不对, 在那个冰城在讲这个读书会的时候, 有的同盟怎么样, 卖掉了一个饮水机, 对不对, 然后那个医保的同盟, 卖掉十六个马桶, 今天有个同盟说, 他签了两个保单, 读书会都里面有财神, 师尊有财神道, 财神道, 师尊有财神耶, 你们一定要相信一心尽性, 可以消灾, 有财神, 有富华, 有大力金刚, 书里面就有大力金刚的, 不信你书念一念, 你再奉行大力金刚, 他一定来保佑你的, 因为你已经进入师尊的心里面了, 对不对, 这就是这本书智慧的观环, 阿弥陀佛, 谢谢, 我们的脑那么小, 找不了那么多, 没关系, 你今天就读今天的, 明天读明天的, 忘记也没关系, 都拿来看, 反正呢, 你就是每天都有进步就对了, 真的, 真的就是我, 对啊, 你签了两个保单, 对不对, 哈哈, 所以, 你不要怪经济不景气, 你自己景不景气最重要, 赶快读师日的书里面, 有财神金刚华, 所以师尊这文章最后讲, 我强调真佛中弟子, 不用以金钱珠宝来供养我, 这位根本传上师, 弟子任人修持真佛秘法, 就是给我的供养, 我拥有无穷无尽的宝藏, 我是大福金刚, 这宝藏不是在地上, 而是在天上, 还在到我家, 其实呢, 不只在天上, 还在我们先世, 有智慧的人选择解脱生死, 绝对要相信, 智慧的光环, 其实智慧就是财神了, 希望大家呢, 读师中文集, 人人改运, 人人放光, 人人精进, 人人福慧圆满, 最后人人成佛, 最重要, 我们来唱,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来唱,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無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今天参加读书会的文章呢 我们读到证件 世尊就是最大的证件 什么叫做真正的金刚上师 世尊叫我们要圣 没有地盘 没有一切 什么叫供养 所以说教导我们要法供养 各位同盟 懂得法供养就懂得财神法 祝大家发财 感应 光明吉祥 给世尊救命 谢谢世尊教导 爱死得日 阿弥陀佛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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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